这样一个可怜的小男婴 就是在中国海南一个八个月大的男婴 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 妈妈却离家出走了 结果在八天当中 只有亲戚偶尔喂些米汤 虽然小命保住了 不过却瘦得像皮包骨一样 等他的爸爸赶回家的时候 小男婴还躺在屎尿中 不停地哭泣 应该碰陪碰陪的小屁屁 却瘦成了干扁 皱巴巴 连小手也是皮包骨 小小的脸庞瘦得只看得到 咕噜的大眼睛叫人不忍 他不是非洲难民 而是中国海南的八个月大男婴 小琪青 被中国媒体披露之后 山西人士赶紧带着奶粉跟捐款 来探望刚出院的小琪青 小琪青的爸爸 靠着四处打零工为生 但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妈妈 却在丈夫到外地打工时 离家出走 我只已经就七八点后才知道 八点我就叫那工后接张 接张回去就发现 我只本来我只这么小 我只小小也没乱 所以睡到这边 一天爸爸抱过来的时候 就是发烧营养不了 肌层差这种情况 来的时候诊断还是 重三度营养不了 父母不在的八天 小琪青就跟三岁的小姐姐自生自灭 虽然叔叔伯伯就住在隔壁 但因为兄弟失和 因此只有偶尔来喂一些米汤 而小琪青就是靠着这些 保住小命 很心的妈妈 最后挂了电话不肯再谈 梁先生也只能盼望 过些时候太太回心转意 回来照顾孩子 民事新闻 陈文林三富 综合报导